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3月9日21点43分联合报记者和不容不于采赢赵荣轩及时报道我在车上 乱想乱看窗外下注雨突然听到两声碰撞声 浏览车就叽叽叽叫晃来晃去最后就翻车了 我有看到有人脸上都是血 念国小三年级的9岁多黄姓男孩在医院很淡定的说翻车后刚好头上的窗户打开了他和坐在一起的爸爸就爬出来在路边等救护车 高雄市承达旅游的简姓司机驾驶游览车在送32名男女到苗栗县苑里镇参加法会下午30多离开法会现场天国三高速公路南下准备返回高 雄一路下雨行经南下192公里附近时右侧有一辆自小客车不当超车两度擦撞游览车造成游览车失控往左侧翻 车上一片哀叫声 黄姓男童英是车上最幸运的人好无伤在医院走来走去也看不出受到惊吓的现象 黄复说他和儿子一起坐在左侧座椅儿子靠窗坐太太和同行的朋友坐上车后没多久就睡住了突然一阵剧烈 晃动他惊醒后和儿子嘟压在车底看到儿子没事就放心了太太受轻伤他们从车顶安全逃生窗爬出来 55岁苏女的四肢擦挫伤被送到同综合医院他说喝死了当时在车上休息车子一下子就翻了等回过神人就躺在担架上送医 光田医院的63郭姓男子头部和挫伤他说当时他在打瞌睡车子突震动惊醒车上所有人都扫到一边去才知道发生车祸 受伤的人分别送到彰化室张基 秀传 台中市无七铜综合 沙禄光田 大甲礼合 中山医院大庆分院等医院救治 除黄姓男同外 27 名男女受轻伤 另有五人受伤较重 分别送张基 秀传 伤是最危急的十八十岁层性阿摩 其余经救治后都无大碍 可以返家休养 张基 妇院长周志中说 僧妇的头部明显受到撞击 为时不清 瞳孔对光无反应 脑出血 有极度生命危险 紧急进行脑部手术救治中 另有一名65岁黄男因曾颈椎开刀 目前以颈圈固定 他有根肋骨骨折 全身挫伤 也住院观察 张化市秀传医院急诊部主任丁一说 送到秀传的八名伤患中 有三人是伤严重 住进家户病房观察 其中53岁逢女有八根肋骨骨折 脑出血 琢琢骨骨折 62岁林女雪凶 七根肋骨骨折 67岁林女有四根肋骨骨折 肺挫伤 幸好都暂无生命危险 高雄市承达旅游的游览车 在送32名男女北上旅游后准备返回高雄 新天下午4045分行经国道三南下192公里附近 突遭不当超车的自小客车两度擦撞而失控翻覆 照片 彰化县消防局提供分享念国小三年级的九岁多黄姓男孩跟住父母坐游览车餐 家法会 途中遭遇翻车 男孩毫无伤 他和父亲接受女警询问有关车祸的事情 记者和 荣 摄影分享高雄市32名男女坐游览车到苗栗参加法会 回程遭遇翻车意外 死寄人员赶到医院安抚伤患 记者和 荣 摄影分享只要5秒多功能运动手环 限量运动包 等你来拿分享分享留言列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